OK 所以终于到了我们验收结果的时候啦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点一下订阅哦 很久没有在这个地方拍摄了 我不可以说我有点怀念啦 因为毕竟我们之前读一句还是比较爽 哈喽大家好 我是Tiffany 我是Miti 我们是TVB 哇 我瘦很多耶 我60公斤 瘦到53 回谈了一点点 因为这几天有点 但是距离我的目标还有差不多5公斤这样子 其实我瘦7公斤有一部分哦 也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多月 我一直在生病 病了一个月一个多月这样 然后我病好了 就是Tiffany生病 今天他拍这个视频也是带病上症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可以听得出 我的声音已经很man一个星期了 所以我们没有上传视频哦 当然是有其他的部分啦 但是大多是真的因为我们很病很病 我们两个就决定 我们要来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 去天我跟Tiffany一起做了Circle DNA的测试 这个让我们更了解自己身体 然后里面他们有给很多很好的建议 在我的测试结果里面 这边就有写我对于酒精 咖啡因 都比较敏感 这个真的是超准的 因为我真的是那种喝完一罐啤酒 我就可以醉的人 然后这边呢他有写我对太水化而为比较敏感 做了这个测试之后我也有开始注意 每次吃太水的时候我真的就会开始水肿 然后就会有很严重的food coma 然后还有这边也有写说我比正常人更需要吃菜 其实我也是 然后我呢我的测试结果也有写 我的毒素产生速度是较快的 也就是说我不可以吃太多煎炸烤肉 然后我真的有发现我去吃beef buffet的时候 每次吃完整个人会真的超级无敌的不舒服 而且我本身真的是超喜欢吃烤肉的 So sad I know 他们说他们有99.9%的准确性 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要用我们的DNA result 作为一个参考来改变我们的生活作息 所以接下来的三天我们要照着我们的DNA测试结果 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虽然说我觉得三天是非常不够去做一个长期的改变 但是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Ok 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先量一下体重 让人紧张的环节 Ok 来 Tiffany 先咯 蛤 为什么我先 You obviously skinny Oh my god so messy 不好意思 我们刚搬回家 41.6 oh my god 它很瘦勒 然后它又生病了 更瘦了 刚才喝很多水 我刚才也要喝水 我喝很多 你要minex一个只有1.5 还可以 54.5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54公斤了 没有啊 昨天你刚看到吗 前几天你刚看到吗 前几天也有看到 吃完第一餐咯 我们两个的D&D试试其实蛮共同的 毕竟是同一个父母生的啦 但是我也不确定 Brandon是这样怎么解释对不对 哇 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有写说 我们都是适合LOW CARB的饮食 就是低碳水 然后我本来是蛮喜欢吃碳水的 所以呢这几天我就想要试试 一个比较低碳的一个饮食 特别是我啦 因为我对碳水是高敏感 我们两个都是高敏感 然后这边也是有说我们比正常人更需要蔬菜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餐呢就蛮多蔬菜的 一大堆的蔬菜还有肉 然后我的也是汤 但是里面大多数都是肉 还有蔬菜就一点点碳水 不是NO CUPS 而是LOW CARB 就是说不能完全不吃 所以吃一点 OK吃饱啦 我没对る就再吃饱一下下啦 由于呢我还有 which is true 所以我就特别需要注意的饮食 首先不可以吃太多 然后要配合运动 所以也是这样我过去讨厌时间 就有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吃气氛饱 其实我也是不能吃太多 因为我有升级的危险 Hypertriglyceridemia 所以他们建议我 reduce calorie intake consume food that are healthier 到了运动时间 只要是几个月前 你还跟我说要做运动 我可能会非常反感 但是现在有点不一样了 最近我迷想了一个东西就是 跳舞 之前我中covid的时候 可能要有词的时候 我就特别想跳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这么巧 我看sucker DNA里面的报告 他就有写说 我适合medium power high endurance low strength 的那种运动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不就是我过去几个月在做的东西吗 这就不是跳舞吗 刚刚好就是我喜欢的那种运动 没有想到吧 有一天我也会找到 我喜欢的运动 毕竟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 能躺着我就不会坐着 能坐着我就不会站着 好啦 现在来 跳个舞 放进面单子cover OK 所以现在趁姐姐在跳舞 我就出来走一走 根据我DNA测试 我最适合的运动是 low power low energy 还有high endurance 所以说 breeze walking 可以算是这个category的 所以趁姐姐需要在那边很累的跳舞 我最需要出来走一走 做完成今天的运动啦 OK 走啦 OK 回到家咯 我觉得我的脚没有我的手雷 OK 然后现在我要来喝点水 因为我的DNA有说我的 Water loss above average 所以要时常补充水分 你们看我们多么用心 为了这个实验 我们还去买了一大堆safi men 因为我们的DNA测试结果 会告诉我们很像我们的身体 比较需要什么样的辅助品 所以我们就去买了所有那些 我们身体有高需求的那些辅助品 就这四个我的身体是比正常人更需要的 我的身体呢就需要Iodine 还有Celenine 我有那个度啊 嗯哼 OK 我很少吃辅助品 所以我很期待 看看真的有帮助吗 蛋液4点04分 我们今天呢打算要早点去休息 已经算很早了 我们平时就很喜欢熬到早上了 所以今天呢4点休息算比较早了 我们两个这辈子都是夜帽子 在我们的DNA测试结果里面 它也显示我们是夜帽子 然后我们两个都刚刚好 一起不需要太多睡眠 这边显示我们的经营结果是短睡型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少过7个小时的睡眠 看到这个超开心的 因为睡眠睡觉很浪费时间耶 我也是这么觉得 然后呢我们Day 2见 Bye Bye 早上好 今天睡的有一点点少 话不多说先来上秤 哇 哇 比昨天轻了0.9 哇 因为我是溢水肿体质 所以说我觉得 掉的是水分流失 但是在我瘦之前就一定要先掉水分 所以这就是非常好的开始 你的身体症很多水啊 我跟Tiffani其实是一样的体重 我跟大家的差别就是 我有多5公斤的水分 还有5公斤的脂肪在这边 哇 OK OK 好像没有什么差吧 好像瘦了一点喔 OK 走啦我们现在要先去吃个早餐 肚子超饿的 OK 但是在吃之前我要多喝一点水 今日早餐 首先我们有鸭肉 然后还有小门 然后还有汤 里面有很多肉 然后还有很多优质的碳水化合物 其实我真的不多不说 少吃碳水喔 真的 让我的身体感觉轻了很多 虽然说只是过了一天了 我感觉我的身体比较少气 哈哈 就是他比较少放皮 没有 大哥 OK 来吃啦 哇 OK 所以现在刚刚吃饱 我本来是想要出去走走了 可是 现在外面在下雨 所以没有办法 我只好将就一点在家里走走 我也是吃饱了 然后来这边走一走 哇 好想喝奶茶喔 每次差不多到了这个时间 我就会开始犯捆 但是今天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DNA里面有写说 我是 就是尽量不要喝太多奶 确实 我每次喝奶茶或者咖啡 我就会一定要上厕所 但是你知道 你等不到东西你就越想要 所以那种的话 我就是 就是让自己上厕所 OK 是时候吃我们的Vitamins了 可能这些Vitamins可以帮你提升 你有听过Vitamins可以帮人提升了没 这样没有人喝咖啡啦 每个人吃Vitamins就好了 OK 好啦 下一整天我们就要继续工作 就明天再见啦 OK 所以今天是终于到了Day 4 也就是我们验收结果的时候啦 哇 哇 那这样是多少啊 1.4还是1.5啊 OK 本来就是1.多公斤 Woo OK 到你了 如果你清太多的话你就要被搭满了 哈哈 你看他这样收 好像是一样吗 我都忘记了 OK 我们要清太多啦 OK 来总结一下这个体验 这三天下来我真的觉得非常享受 因为我感觉我好健康喔 虽然说我也没有吃得很健康 因为我还是有吃炸鸡啊 然后我的睡眠好像有变好一些些 虽然我非常想念咖啡奶茶还有碳水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饮食还有生活方式 非常的适合我的身体耶 我之前吃很多碳水或者有牛奶的东西 然后我每天都会很多很多起 这几天没有什么吃到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感觉很舒服 就是不会感觉到很脏 我觉得重点是这个生活方式不难维持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自由去选择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Sucker DNA真的做得非常值得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让你更了解你自己的身体 特别是像我们这样想要改变生活方式 让自己的身体处于最佳状态的人 OK 所以大家要是想要去做这个Sucker DNA的测试的话 可以让我们的Promo Code获得百分之二十巴仙的折扣 一辈子做一次就够了 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OK 所以喜欢这段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 转发 还有订阅我们 把小铃铛打开时我们发出朋友说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投资 还有关注我们Instagram 就是这样的迷女们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在这个视频的话 有点赞 三个视频 还这么多的视频 也很重要 在这个视频里面 就会有点赞 按照 像我们趁闭